哈嘍 大家好 我是甜食幽靈 雅吉です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Light Chapter 2 蔚蓝色的石梦者 然后我们上一次的进度是来到换Haru来调查 然后那个Effina的休息 所以我们要去找其他人问话 没有人 所以找其他人问话 我们从门口的开始问问题好了 昨晚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呢 设施关闭后 是我站岗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可疑的家伙 所以说犯人是内部的人员吗 又是那件事吗 毕竟那男人不检点的程度 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啊 好吧 看来他们都习惯于这个事件了 看一下他工作的场所没有 想说会不会有线索 然后 哦 醒来了 因为记忆有部分被挖空了 总觉得稍微有种镇定不下来的感觉啊 虽然也没有 虽然没有被女孩子掐住脖子的记忆也好 明明还有很多消除 明明其他还有很多记忆被消除的人啊 那些会不会也是突然被消除的呢 哦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是 黑熊 是我们的羊角少年吗 咳 好像有什么事情变得严重呢 我想请教关于那件事 您是否知道些什么呢 哎呀 你是被谁来委托来问的呢 是的 主人说 卢克先生这样下去很糟糕 因为设施今天也休息 所以就让我来帮忙 原来如此 才刚来就被卷进这样的世界里 真对不起呢 但是我现在有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 你可以等一下再来吗 好的 非常抱歉 打扰您工作了 哦 好吧 还在睡 咳 怎么了 因为今天设施不开放 所以你们可以去市区里买东西哦 不 我没关系的 那个 比起那个 你知道关于卢克先生的事吗 关于卢克先生吗 嗯 那男人花心的恶劣程度 您是否已经大致上了解了呢 从以前开始像那样卷入纠纷 而差点被刺伤的事件 数也数不清 真是钉十字架的 哦 失利了 真是滑稽的故事对吧 他明明已经有在交往中的女友咯 那位与他交往着的女性也就是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Olivia 那位身穿红色礼服的蛇女 哦 是蛇女 是那位大胸部的人啊 请问卢克先生和Olivia小姐的关系 相处的好吗 妈 他的嫉妒心很重 毕竟是蛇女嘛 咳 虽然只要看到他和其他女性共处 就会变得不愉快 不过卢克斯也渐渐的在他视线范围内 不怎么和其他女性来往就是了 在我印象中两人好像也没有特别起过太大的争执 是吗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就好了 说的也是呢 我也会尽我所能来接住的 很抱歉 突然把你卷进来了 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尽管说 好的 与Olivia的恋人关系吗 虽然 关于这件事情已经感觉有点眉目了 还有不清楚的事情 去问他本人看看吧 好 所以再去回去找Olivia 什么事呢 呃 不好意思 想稍微请教一些问题 啊 现在的话可以哦 如果是我知道的事情的话 那个 我听说你跟Luca先生正在交往 这是真的吗 哎呀 那种事你也听说了吗 没错呦 从前几年开始 从几年前开始就跟他交往了 Luca先生是个相当花心的人呢 妈 是啊 不但于 喵喵喵 妈 是啊 但是我并不打算过于责骂他 因为那部分也是他的人格特质之一 唉 昨晚的深夜时分 请问您有做些什么事吗 没有哦 我做完工作的善后处理 马上就入睡了哟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最近都失去了部分记忆 我也很不安 最近常发生这种事吗 对啊 尤其是发生很多失去记忆的事 连有些客人也说他们失去记忆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差不多就是从那个男孩子来这里开 来这里的时候开始的 这种事情渐渐频繁了起来 从那之后客人忘记了讨厌的事情 说不定反而增加了来客量 原来如此 有其他想问的事吗 没有了 现在就这样 这样就好了 谢谢 是吗 是吗 如果还有想问的事 随时都可以过来问哦 好的 好 哎哟 剧情 总觉得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如果调查涂松 我的机也被全部拿走 那是最糟糕的呀 啊 可恶 这次好像要变得麻烦了 哦 嗯 早上咯 爸爸不见了 去找他吧 好 换我们的Affina了 等一下 口有点渴 好 我泡了一杯热巧克力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奶酒 超好喝的 好 队长先生 哎呀 一段时间不见了小姐 队长先生在这里就表示有人死掉了吗 不 这次是另有的药物 药物 因为我们听说这里有龙 为了确认其他人也与我同行了 是吗 你们太忙了不能跟我聊天 事情结束的话我会再陪你聊哦 太棒了 嗯 这里的主人暂时借了一间房间给我们 就是在你出来的房间的隔壁 啊 对了 Brett现在在房间 说不定能稍微陪你玩哦 你不带Brett先生一起去吗 嗯 稍微有些问题啊 可是这次因为没有凶恶的杀人犯 所以让他随时待命 嗯 这样哦 嗯 那么我先适赔了 他说没有人死悄悄的话就代表爸爸也很安全哦 那么来玩吧 哦 Brett 诶 Brett变长头发了 这里 好可爱哦 啊 是你啊 好久不见了 早安 因为队长先生现在很忙 我想找Brett先生聊天 好啊 这里能做的事情 能做的工作我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么 为什么你现在要跟队长先生分开行动呢 你现在不也是自己一个人行动不是吗 嗯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但是他没有死就好了 那个叫做主人的人好像拿着鞭子对吧 如果战斗的话 虽然可以一起把它切得支离破碎 但在其他状况下 我到现在还是很害怕那种东西呢 你曾经被鞭子欺负过吗 嗯嘛 或多或少 我也是 爸爸弹我额头欺负我 我也讨厌被弹额头好可怕 那家伙做了这样的事吗 真过分了 不过 终于一天我要变得比残额头更强 打倒他 Brett先生终于一天也要打倒鞭子哦 说的也是呢 原来如此我也必须更加努力了呢 可是 Brett先生已经很强了 好像有什么 都模模糊糊的 东西冒出来的感觉 啊有点让你难明白 有点难让你明白 这个 这跟我的翅膀和脚是一样的东西哦 对了 我现在也能自由地显现出来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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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知道力量的使用方法了吗 真快呢 嗯 但是 一直露出来马上就累了 Brett先生不会累吗 你一直显现着呢 嗯 我从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了 一直显现着的话 能够让我马上反击敌人 因为我能完全掌控力量 所以才这么做哦 力量还不稳定就持续显现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是这样吗 是啊 也有可能会暴走呢 与那个被称为主人的人在一起的男孩子 或许很危险 那个龙 那个孩子是龙对吧 可是他没有翅膀 说不定他还无法控制力量 导致变得只有出现脚的状态 还是说他在无意识中使用着力量吗 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 不过我想那孩子是龙哦 我去的时候他在睡觉 所以没和他说到话 嗯 都是一堆搞不懂的事 真是像大便一样 这些话你是从哪里学到的 爸爸有时候什么事情搞不懂的时候 常常这样子用 嗯 嗯 看来有必要把那家伙给四分五裂一次看看呢 哎 诶 哈哈哈 骑士 地区 舊 お疏れ様大臣 問都問 好,現在聊天一下好了 Brett先生,你頭髮上綁的髮圈 閃閃亮亮的,好帥氣喔 這個嗎? 這是在緊急隊保護下的龍孩子們送給我的 那個戴在腰間的視頻也是嗎? 是啊,那家做了好多禮物給我當護身符呢 隊長的眼袋和髮夾也是孩子們送給他的 因為隊長能夠讓爛掉的眼睛在身 透過眼袋也是能夠看見的,所以沒問題喔 你說的小孩子跟我年紀差不多嗎? 是啊,我們會保護的大多都是龍的小孩子吧 很多小孩子嗎?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好好控制力量啊 他們幾乎都擁有強大的力量 但是能自我控制的又是少之又少 邪惡的人類就會在那時使他們無法自行駕馭力量 把力量依照能被自己利用的方式做改變 我的能力似乎就是擅長於間諜行動或是類似的那種 雖然我搞不懂為什麼我會這麼剛好一出生就持有著那些傢伙想要的能力 我也是經由什麼願望而誕生的嗎? 誰知道呢? 就連為何龍會誕生這一點也都還無從證實呢? 會不會有壞龍因為壞人而誕生呢? 大多數都是剛出生而已,無法掌握善惡的判斷 幾乎所有的龍都為了生養父母之類的人物的命令拼命的聽從者 雖然只要成年了,對那種人類只要有心就可以毀滅掉 緊急隊裡也有成年的龍嗎? 如果是和我年紀差不多的話還蠻多的唷 幾乎都是加入了緊急隊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成年的龍呢?要身高要很高嗎? 理解自己的力量,學會控制的方法,還有累積知識 只要這麼做的話,不知不覺就會成為成年的龍了唷 我知道了,教了我好多事情,真的非常謝謝 不客氣,能夠幫上忙的話我也很開心喔 對了,這個給妳吧,不小心得到太多了呢,實在吃不完啊 吃糖果,太好了 如果沒跟那位少年對話的話 哇,之後的進展也無法下去吧 現在可以聊天嗎? 好啊,沒問題的唷 嗯,要問什麼呢? 對了,隊長妳們幾歲了呢? 嗯,幾歲嗎?雖然很模糊,但我確實是活了100年左右 哇哦 Brett活了10年對吧? 10第17年 那麼,龍的外表不會隨著年紀改變呢? 是啊,有些龍,3歲的時候就跟Brett一樣大隻呢 爸爸現在幾歲了呢? 嗯,跟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看起來才7、8歲吧 他現在大概20歲左右吧 你那麼早就遇到他咯? 呃,是啊 哦,年少的爸爸 他在某個平民區跟與他差不多年紀的小孩們組成了一個集團 他在裡面是老大般的存在 每天重複著做著切道等等的事 他有朋友喔? 嗯,他們大部分會集體行動 但有時候他會單獨行動唷 但是數年後我們因為別的案件 造訪那個小鎮的時候 那些孩子們都消失了 並且在數年後發現只剩他一人了 他的朋友呢? 有在另一個很遠的小鎮裡發現有那個集團裡的幾個人 但其中一人是沒有見過的小孩 他在那個集團裡看起來是最弱的吧 說不定在集團分裂的時候死掉了 是嗎? 爸爸的朋友死掉了 較弱的一方會被搶著吃掉 這是沒辦法的事喔 那麼我也要變得更強 要反過來變得比爸爸更強 反過來保護他 很好的決心 我會為你加油的 話說回來 爸爸去哪裡了呢? 不久之前我看到他還在一樓的走廊喔 是嗎? 嗯,謝謝你 帶充充忙忙的話會跌倒喔 沒事的 還要聊天嗎? 好啊 欸,可以再聊天 可以再聊一下下嗎? 好啊,我不介意喔 爸爸,曾經住過的地方是怎麼樣的 嗯,那裡曾是個幫派鬥爭鬧得非常激烈的小鎮 不過現在已經緩和很多了 那時地方會定期實施各種對應措施 但是紛爭仍會一個接著一個引起 在那之中我們在小鎮的一角的某個巷弄裡發現了他們 一定也是因為父母雙亡或是被丟棄之類的關係吧 我想著,幸虧他們又能活下來啊 不,不好意思 能讓我用嘲笑話問個問題嗎? 嗯,想這樣嗎? 請騎隊的人們不會保護人類之類的嗎? 呃,關於保護的話只是針對龍而已喔 以Brett為首,我們這裡沒有很多和人類有著要好交情的龍啊 實際上本部裡人類隊員也極為稀少 只是緊急隊本身是由人類創立的部隊,如此而已 我遵守著前隊長的吩咐,不管是人類或是龍,都盡力的去守護 之前的隊長大人是龍嗎? 不是人類,我出生的時候他第一眼看到的人類就是他 嗯,那,喔,這樣喔 呃,朱色小鎮的吸血鬼,在那之後怎麼了嗎? 如果不保護人類的話,他們會死掉之類的嗎? 啊啊,不用擔心 還有被稱為更生保護措施的東西在啊 無法順利控制力量的人類等等都會被收容 妹妹那一方不懂得掌握那股強大的力量 所以就會在那裡接受控制力量的指導 那會是和緊急隊不同的別的工作 只要達到被認為安全了的程度就可以回到那個小鎮喔 哥哥那一方也是,在妹妹能夠回去之前也會一起進設施 我偶爾也會去那裡探視,並不是需要擔心的狀況喔 這樣啊,很多方面都太感謝你了,謝謝 如果遇到什麼困難,無論何時都可以來商量喔 就可以給你吧,今天來醉的時候龍孩子們給我太多了 哇,非常感謝你 如果你已經知道力量的使用方法的話,那就不要緊了 太過使用力量的話會變得 無法,會無法控制變得不穩定 好喔,一樓的走廊是不是 喔,好多人喔 什麼啊,我本來想去叫你起床的 你已經起床啦 我不久之前在起床,剛剛和隊長他們說話呢 啊,對了,為什麼那些傢伙會來,明明這裡又沒有死人 他們說有事情要找龍孩子 他們是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情報啊 有不錯的情報物的話,希望也介紹給我認識認識吧 要去問問看嗎 算了,不用,我會自己去調查的 首先是叫做William的小孩,跟他說說話吧 他醒來了嗎? 啊,我剛才聽到他房間裡有說話聲 走吧 走囉 欸 他叫William的話,他去Olivia的房間了唷 Olivia好像很擅長跟小孩子玩在一起呢 我也要把囚犯 啊,不對,必須專心才可以 Olivia 哎呀,怎麼了嗎? 沒事 現在不是早就位 喔 早安 我有些話想問你,可以嗎? 喔,那個,好 好,能到別的地方說嗎? 要去哪邊呢? 呃,走廊外面去那邊,拜託了 為什麼,為什麼呢? 不得不去嗎? 好,走William聊天 我想這裡的話誰也不會聽到,你可以問我了 Will是龍嗎? 喂 雖然我不知道,但主人對外說我是人類 主人常常擔心你嗎? 嗯,不只是我唷 他也很擔心 魯克先生,Olivia小姐,Tom跟Marsh兄弟 雖然不明白,但他一直在意著客人 最近,魯克先生被綁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他也很擔心 你認為自己是人類嗎? 使用這種像魔法般的事情就融會吧 你說的魔法般的事是指 吃,吃夢 嗯,跟我好像喔 吃夢的時候會有怪物之類的冒出來,然後吃掉嗎? 不是喔 咳咳 人的頭上方會漂浮著棉花糖般新飄飄的東西 我只是悄悄地吸走那個東西 這樣的話,那個人就會忘記夢裡的事了 如果盯著看的話,也能詳細地看見夢的情況喔 夢的內容喔 看來並不是會變成怪物四處作爛的模樣啊 那麼,醉的人經常失去記憶跟你有關係嗎? 沒有,跟我沒關係 我大多都跟主人在一起,忙於練習很難抽身 我來之前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哇喔,你說謊了 等一下,會再問你一次 Effy,收拾乾淨吧 掰掰囉 看一下 我大多都跟主人在一起 是真的吧 我來之前就發生了 喔 為什麼我說謊了呢? 因為那個主人他 主人他 啊 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不,已經可以了,謝謝你 嗯,再見 可惡,被拿走了 嗯? 記憶啊記憶,那傢伙好像春之為夢 我現在明確地知道了,William是吃記憶的龍 拿,拿走記憶的 哈魯你怎麼知道 為了不讓他看到,我偷偷做了筆記 但是現在筆記上的內容不在我的記憶裡 喔喔,筆記的重要性 媽,有好好做筆記真好啊 接下來去問主人吧 明白了 哇,我們被,被奪走記憶了 還好有筆記,我們看一下筆記上面寫什麼吧 嗯,筆記憶 每次Lucas的記憶都會丟失 好像無法完全,全部回憶起來 Lucas,苦澳,花花公子,與Olivia是戀人關係 不常有吵架的情況 William來這裡之後,人類失去記憶 變得平凡起來 主人擔心著很多人,他也擔心著關於Lucas的事件 William認為自己並非人類,也不是龍 好不 好不 啊 等一下,呵呵呵,在幹什麼 好啦,這一集 現在跟主人聊過天完了 哈哈哈哈 什麼事呢 呃,現在有件事情想要請教你可以嗎 可以唷,請說,只要是我能夠做到的話 之前也問過你了,為什麼要多到現在才聯絡緊急隊他們呢 以前也是,而且現在已經第五次了 明明已經發生得這麼頻繁了唷 Lucas被刺,被綁,被燒 那都是家常便飯的事了 每一次都只會受輕傷,所以我並不擔心唷 喔 接下來是William 主人你認為他是人類還是龍呢 他是人類唷,雖然他說過會吃夢 但那只是小孩子的玩笑話 William是很出色的人類唷 這些都是你說往後出現的怪物 因為我是龍,會吃掉謊言 等一下會再詢問你一次唷 好 哇,真的是變相的逼宮啊 我不擔心 他前面筆記書上面說他很擔心大家嗎 連客人都擔心的程度了 喔 William,那個大小姐 William不是人類 其實你非常擔心Lucas先生對吧 儘管如此,始終不聯絡緊急隊是因為William嗎 沒錯 為什麼這件事跟Will有關係喔 或許你沒聽說緊急隊他們也會保護龍 當龍受到不震盪的對待 或是力量不穩定,無法控制自己而暴走的龍等等 我知道私底下有些是他的謠言 叫來緊急隊的話他們也一定會調查William的 而且他一定會被帶走 雖然我姑且調查過關於龍的事 但是我完全不明白最近William的力量不穩定的緣由 那孩子明明那麼痛苦 卻因為我無知無法給予他任何幫助 我作為父母失格了 我也十分擔心Lucas 但是他沒受什麼重傷 也因為擔心William 所以不擔心他也不要緊 我明明要守護的 但我沒能守護任何一個人 我真是沒出息,真的不中用啊 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或許你對有些事情確實是無知 但是那並非羞恥的事 因為你能夠做的都已經做了喔 不管是William的事也好 還是Lucas的事也好 我也會好好解決給你看的 非常感謝你 還有兩個問題可以請教你嗎? 請說 Lucas先生和Olivia小姐真的沒有吵過架嗎? 是的,我的記憶中沒有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記憶是否正確 因為說不定被William吃掉了 只不過也是呢 最近感覺到東西壞掉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雖然也不知道是怎麼壞掉的 最近Olivia小姐跟William常常在一起嗎? 啊,是喔 最近Olivia沒工作的時候 經常跟William在一起 非常感謝妳 已經足夠了 那麼就拜託妳們了唷 真的能解決嗎? 嗯,差不多了 去Olivia那邊吧 好,趕快,抓起來 哎呀,怎麼了? 有些事想要請教,可以嗎? 好的,請說,如果是我能夠回答的話 那麼我們就開門進山地問了 關於這次的... 不對 關於之前一直把Lucas先生綁在十字架上的事 這難道不是妳做的嗎? 你為什麼會那麼想呢? 我喉嚨還是有點痛痛的 有點扁桃腺腫大的感覺 雖然說Lucas先生的花心習慣的確是不好的 Olivia小姐似乎也是相當善... 善... 善... 善度的性格 所以會不會每次都把Lucas先生掐住脖子 使她失去意識 再把她綁到十字架上等等的 就算事實真是這樣沒有證據的話 那就沒意義了唷 從現在開始請讓我稍微向妳確認一下 妳跟Lucas先生之間最近感情不太好 總是在吵架對吧? 前面也說過了,她的花心的確很差勁 但是也沒有特別不滿 就連吵架都沒有喔 那是因為我就是喜歡那些包... 我就是喜歡包括了那些的她呀 我...這是... 這孩子呢,是謊言測探機 這... 這孩子是謊言探測機 哈魯,妳連說明都開始嫌麻煩了呢 嗯...原來如此,是這麼一回事啊 等清理好之後,請妳再說明一下 哈魯,我已經吃得肚子漸漸變得好脹了 反正不吃掉也不會消失 而且她們一直唧唧叫也很醜吧 但是...小智的味道已經吃膩了嘛 給我吃掉,待會兒給妳糖 耶! 沒有炒過架,怎麼可能沒有炒過架啊 哎呦,哈魯的血 我們先...先補血 呃...道具 好 果然還是有在吵架呢 我從主人那裡聽說了 最近發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東西不明原因都壞掉了 原因不明的理由 或許是妳利用William消除關於那些事的記憶吧 她與主人除了設設準備及練習時間之外 最近常跟妳在一起 所以我才認為Olivia小姐與這件事情有所牽連 是嗎? 如果我說錯了,妳能給我一個說明讓我理解嗎? 想知道嗎? 嗯? 陪我玩個遊戲,贏的話就讓妳問任何事情喔 妳會說話算話嗎? 會啊,妳看怪物也沒有出現對吧,是真的唷 遊戲的內容是... 有玩過? 有玩過21點或是撲克牌的經驗嗎? 我沒有玩過 那麼玩翻牌成對吧,這個應該會吧 只是我有個特殊的規則 決定一個數字,先配對到那個數字的牌的人就贏囉 數字由妳來決定吧 A,A不錯 那麼就因那位小姐所說的組合呢 好啊,我也覺得A很好 好啊,我也覺得A很好 那麼先練習一回合看看吧 從我開始唷 4跟8呢,沒錯 我也可以翻牌嗎? 可以 太棒了 2跟2 恭喜不多,不過這次是要湊齊兩張A,真可惜呢 去 A跟5 Effy,把這張A的位置擠起來 擠不起來的話我來擠 體重精神找出那個位置以外的A 這樣的話就是我們贏了 嗯,我會加油的喔 子彈射擊,砰砰砰 哎呀,交給女孩子相當野蠻的叔叔哥呢 跟剛才,跟剛才不同的A 那個,剛才那張A在,在這裡吧 不對,A在 阿咧咧咧 怎麼了,快點翻開吧 我等得不耐煩了唷 Effy,隨便翻 失敗咯 那麼,輪到我了 方塊A跟黑桃A,我贏咯 抓到感覺了嗎?要正式來咯 我這邊也能追加特殊規則吧 可以喔,畢竟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利 首先第一點 兩勝一敗制 先取得兩回合勝利的人就贏了 第二點,每回合結束後請讓我洗牌 好,這兩點我都可以 加上那些特殊規則吧 在那間玩卡牌遊戲的房間一決勝負如何呢? 好的,沒問題 還有,勝負的時間可以定於今晚可以嗎? 可以喔,那麼今晚七點在那個地方幾何? 好的 好,那麼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等一下,怎樣才可以 太難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並列的站著啊,算了 好啦,那麼 那麼我們這一集就在 要解決謎團的氣氛下 先告一段落 我是天使游靈雅吉です 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告訴我 如何做得更好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掰掰